我上次來說我得到肺癌 所以今天來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後來發現是一個誤診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貨比三家不知虧 尤其這種比較嚴重的病 不要在醫家醫院就做決定 因為我在第一家的時候他就要給我開刀 他說好像一個彈弓裡面有一個櫻桃爛掉 這邊你還要去什麼切片幹嘛 你乾脆就把它挖出來嘛 那我覺得好像不太對 後來我就去我們佛教的慈濟 台北慈濟去看 他就說你最好能夠找到以前的X光片 那我剛好在泰國有啊我就回來 然後又過了三個月 因為那邊是 最先是用電腦掃描 因為我去65歲以上 那個檢查身體不要檢查 我就去給他檢查 他一照說被他們積水 那就轉胸腔科 胸腔科說電腦掃描 掃描出來 指了一個 兩一下一點八公克的東西 這個很麻煩 很可能是惡性腫瘤 那也是叫我拿以前的騙子 我說我泰國有回去 回來 那當時聽到那個醫生講 又轉到他們總院的一個大醫生 也是說就是要把我開刀 然後就去實際 實際去說我也是比較比較我就回來 結果在泰國混了四個月 又再回去 回去就去實際 他說要電腦再掃描一次 掃描就掃描 掃完以後 第二次去他說 你沒事 這個根本就是 以前你有得過那個 像我小時候有得過那個被病 留下來的痕跡 而且很奇怪 我發現你的被 有很大的改善 那這一點我要告訴各位 泰國在行部裡有一個醫生 一個老醫生 他是癌症的一個專門醫生 在泰國很有名 所以我也去找過他 找過他呢 我還怕他這個 那邊怕沒有電腦 因為他是一個診所 我就帶著我的手機電腦去 所以我來看看 他說這個電腦我不會看 來 繼續 外面有一家醫院 你去照個X光片回來給我看 他就問我是什麼病 我說可能是肺癌 他就照個X光回來以後 一直看一直看 我看很久 我說怎麼樣啊 結果他說了一句話 我說 I hate me 那時候我就很爽 不過 不過你的肺上面有積水 我還要給你吃 吃一個月以後你再來 那是一個老醫生 我看大概有九十多歲 然後呢 他們說他是西醫 結果我想是西醫 為什麼呢 九十多歲的人 有老外去找他 他英文講得很好 應該是西醫 可是呢 他開給我的藥是中藥 兩包中藥 他說這個中藥 記住 45天 兩包吃30天 然後有很多膠囊 他說你這個膠囊吃太多不好 你可以把它打開 倒出來 所以我倒出來吃那個藥也不難吃 也是中藥 所以我在實際 他說我的肺改淡很多 我想這個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 那 他應該是蠻厲害的 那我最近一個朋友 也是 就是父親得了肝癌 結果他還是去找他 那他醫生就跟他講 這個已經沒辦法 那他們就求他說 開點藥 讓他父親舒服一點 他就開藥給他 結果有一天啊 那個朋友打電話說 需要你趕快來 我父親大概差不多了 那我就趕快去看看 他回來隔了幾天 又問他 你父親怎麼樣 你比較好 吃那個藥 不過那個醫生 那天拿蠻貴的 我去那邊拿藥 九千兩百塊 蠻貴的 一天九千多塊幾天 三十天 九千多塊 三十天 三十天 九千多塊 對對對 不貴 對對對 就是說 那也有同學 剛剛也有同學講說 我的命啊 也可能改過來 這也是很對 也許本來是一個癌症 因為我們斷惡修繁 對不對 不過我呢 一直都是 有準備啦 所謂準備就是說 準備走了 那這件事情 我在此 順便讓會習法師 confess confess是什麼 坦白是不是 招共 招共 招共一件事情 我曾經喔 我曾經喔 拿一個 拿一部那個 觀音菩薩的畫 白紙 上面都是看的 遠看都是線條 那其實都是經文 那是送給 貴基法師 那很可能大家都說 哇 那需要你就是 供養三宝嘛 功德無量 其實我想講一個 比較不雅的字啊 脫一去四身 才不是這個原因耶 那是我 好像這個 送給貴基法師 又七八年了 我是在整理我的東西 準備往生 看來看去 這一幅東西很好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送給誰的話 會造成 就好像我們今天 要往極樂世界也好 怎麼樣 走不掉 就是 對這個瘦國世界很多懷念 好 那這幅畫呢 也是一幅很好的東西 它本來有很多東西懷念 又會加重它的懷念 對不對 那我也不要放在我自己這邊 壓我自己 拿去壓師父 因為師父有這種公寓 所以我就 很放心 對不對 去送給師父 所以 說什麼 供養三寶功德 我要財務士 啊 要去那邊想 啊 對 那 還有一件 今天還想講 其實還想講三件 先講兩件 因為剛剛這個阿伯 阿伯 阿伯 講他說 火太鬧鬼 求進步 那 我本來 是一直放在心上 都沒有想要講 怕傷到阿伯 今天你既然講這個話 我想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對 那我可以 就是 把我的謎底 就是我今天會來到這裡的這個 因緣 深圳的因緣告訴大家 我是去找那個黃清記 黃清記你們認得吧 我知道 去找他 然後他太太跟我講說 現在黃建玉 去學佛 將來要去傳佛法 我一聽 這不得了 這種發菩薩的大心 不要去幫助他不可 他說 在哪裡 在京東協會 我就趕快去京東協會找他 裝著 好像無意中碰到這樣 看回來 很自信 就拿了很多書給我 很欣然接受 一些什麼認識佛教 出學佛的東西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出了幾個藍具給他 對 你現在要出來傳佛 你一些問題要答覆得出來 就出了一些藍具給他 結果他 當時好像 一問傳佛車 哈哈 後來左轉右轉 就來到這邊 第一次來這邊 又碰到了 結果 阿爹 就跟慧喜師傅講 這個蕭先生 有些問題 你跟他解釋 解釋 那我說 好啊 有師傅來解釋 那你就可以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很奇怪 他跑了 他不知道什麼事情 大概有事吧 跑了 阿佛兩個人 都知道的人 在那邊說的 暗白的走 這是我來到這邊的姻緣 我一直都沒講 今天 都沒講給大家聽 那還有一件事 今天是看到 陳嘉珍 應該我沒記錯你的意思 陳嘉珍 對 我有幾句話 要特別告訴你 然後呢 當然也是 告訴大家 因為我聽Daniel講說 你非常的孝順 這是好事 可是有一件事 你千萬不能做 因為我做過 什麼事呢 想把自己的壽命 就是 減一點壽 移給自己的父母 這些事我幹過的 現在 我後悲死了 為什麼 我們沒有功力 我的母親現在躺在床上 已經十幾年 十幾年 除了有呼吸以外 那個小水大概就是我的手掌 這麼粗 對不對 如果說 你遠遠看 就跟一副乾絲一樣 是不是 如果 我現在後悔是什麼 如果當時我說 我提了十年的壽命給她的話 搞不好那十年是我的呢 我給她呢 個人有個人的壽命 這件事情千萬不能做 你盡量去孝順 對不對 那孝順最好的方式 就是 我認為 廉詩大師留給我們一句話 她說 父母恩重如山丘 五頂三身整徒頭 你五頂三身你怎麼能夠 包得了你父母的恩 她說 親者離城垢 指道方成就 親的就是 你讓你的母親 或者你自己 離城垢是什麼 成佛啊 把這集的時間 對不對 你的父母 在二丈 最重生遠 對不對 生了一個 成婆的女兒 或者兒子 那這個 不得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好好的修行 這個 這才是真正抱父母的恩 對 師父我還想 佔用一點時間 下面想跟各位討論 疼 有問題嗎 沒有我也有 下面再跟各位討論一個 比較嚴肅的問題 最近碰到一位朋友 他跟我講說 叫師兄我開悟了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 有碰到人跟你講說 他開悟的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沒有 他說他開悟了 我說 那恭喜啊 那你怎麼知道你是開悟 他說師父也有替我證明 我說 然後就是叫他去台灣的本山 去學禪 看到一句話 怎麼樣 他們老和尚又怎麼樣 怎麼樣 我說好 你既然又提到老和尚 你又說你開悟了 那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你們老和尚做了很多功德 極風雷的師父不少 可是很可惜他沒有開悟 他就傻了你知道嗎 我說 這開悟是很簡單 像六祖 開悟得只有四十三個人 是啊 我說這個悟道 有小悟有大悟 那我說為什麼 他就問我為什麼 他老和尚沒有開悟 我說講三件事情 我說請問五界怎麼來的 五界大家都知道 殺到引望救 這個是在佛陀成佛以後 坐在一棵樹下 然後那個地神看到 前面有兩對傷女過來 他就去跟那傷女講說 前面有一位絕者 成佛的 你們應該去供養他 那兩對傷者呢 就去供養佛陀 供養完呢 佛陀就跟他們講五界 五界是從這邊來的 那我們把它翻成現在的版本 如果有很多傷人在這邊 請我們吃飯 那傷人呢 都是有很多應酬啊 說不定他們吃完飯啊 去卡拉OK啊 去幹什麼對不對 結果你跟他受五界 殺到引望救都不能幹的話 那不是少他們的信嗎 對不對 但是佛陀呢 他不以佛法送人去 他照樣就跟他們傳五界 對不對 那還有一件事呢 是那個常不清菩薩 在黃金裡面 對不對 那個輕是輕重的輕 他見到眾生就說 哎呀我不敢欺瞞你們 你們都有佛性 將來必定成佛 見到人就給他受寂 結果一些小孩子說 你這個神經病 還拿石頭砸他 他跑了遠遠說 欸我不敢欺瞞你們 你們都有佛性 將來必定成佛 對不對 那你說那些小孩子 拿石頭去砸他 其實常不清菩薩 就是釋迦摩尼庫的前師啊 因地啊對不對 那難道 這個這個 沒有毀謗佛法嗎 那再講第三件 對不對 那個念金剛經的 在經上沒有講說 聽到金剛經 毀謗佛法的 經上是沒有這樣講 也許有啊 也許所有的人 除了一個人以外 大家都毀謗 他念金剛經啊 都下地獄啊 就算是這樣 可是啊 他給了我們什麼 一位六祖 是不是 六祖就是聽人家念金剛經 金剛經裡面講 如果你念金剛經 有別人毀謗 輕慢 輕視 你的罪障就全部消滅了 然後呢 另外兩個人就可能下地獄 所以我們在引導一個人 進入佛法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要怕 像我一個朋友 我當初引導他 他是叫我去什麼掛花 去那個掛花店掛花 唱歌 大概你們知道 我說我現在 在學佛不幹這個事了 我現在正在這個廟裡面 你要不要來 結果他就欣然來了 可是你想想看 說不定他說 哦 學佛什麼東西 把佛叫什麼大罵一個 也有可能啊 那這樣不是他就下地獄了嗎 是不是 那這樣是我害的嗎 我告訴你不是 他本來就是地獄的禍 但是下去呢 像這種下去不會很久 會出來的 他會 他會在裡面學習到 哦原來是這樣 對不對 這個 賢貨人就是 永遠是買貨人 對不對 我對你的東西根本沒興趣 我嫌你嫌什麼 對不對 我嫌你的東西這裡不好 那裡不好 哎呀 這是我想要買嘛 對不對 所以佛法也是一樣 好 千萬不要怕說 人家毁謊佛法啦 對不對 是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罵 我請一位 認識人 我也不知道你的個性 說不定你是基督教 說不定你是什麼 哎 我們來來來來 聽佛經我們來放聲 哎呦 所以我才是把佛法好好的毀謗了一下 對不對 那他下基於是我幹 不是 對不對 可是他那大和尚啊 有一次啊 那位師傅已經叫回台灣 我在廟裡看他畫了耳機 我就問他說 欸師傅師傅你聽什麼 我聽佛經啊 啊 我說佛經啊 就聽好了 我可以給你聽 為什麼老和尚 不准他們給人家聽 為什麼不給你聽 佛法是公開的 就怕人家誹謗佛 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口氣我到現在還沒有消 你看我們是不是很小心眼 對不對 要嘛 我就憑這個 這個不是開悟的人才知道 而是佛教的基本常識 佛教沒有秘密 啊 像以前你們拿到那個什麼 黃道明印的那個 大佛頂如來秘密 對不對 修正了意 諸佛他萬恨守任嚴經 講佛教的秘密 什麼叫秘密 眾生皆有佛信 這就是佛教最大的秘密 啊 為什麼 那個 慧明 慧明 去追那個一佛 追到六祖 六祖跟他講說 不是善不是惡 如何是你名上做 本來沒有他 豁然開悟 可是開悟了 有沒有犬啊 沒犬 他還問六祖說 上有秘密 否 就是還有沒有什麼秘密啊 六祖怎麼答 若如反照 秘在如邊 是不是 就是你的佛意嘛 是不是 佛教沒有秘密 啊 而且這個 這個開悟這個事情是 違正方知 啊 你比如說 我問你是不是台灣 是 你不要講說我會講閩南話 就是台灣 大陸的閩南 都是講閩南話 對不對 所以也有人問過我 蕭你這樣搞了半天你開悟了沒有 我說這個問題 不在我 在你 那為什麼會在我呢 我說 我怎麼答覆你都不會滿意 我說我沒有開悟 啊 假仙啊 假仙啊 對不對 那我說我開悟了 嗯 憑你那副德性 你開悟 對不對 還早咧 對不對 所以怎麼答覆對不對 而是違正方知 兩個開悟的人 一句話 一個動作馬上就知道 你到了什麼程度 是不是 所以開悟 如果說我開悟 又說我得到什麼 我又有他心通了 我又有天眼通了 我又能夠看見鬼了 沒有這回事 學佛人千萬不要搞這個 這個叫做 畏正畏正 畏德畏德 第一個畏是上位的畏 未來的畏 第二個是所畏的畏 畏正 沒有正道 說自己正道 畏德 說自己得道 連我們的釋迦 摩尼佛本是釋迦摩 主明心成正訣之後 他怎麼講 但福本是性 更無以法性 只不過是非父呢 你原來的本性而已 對不對 哪有得到什麼 對不對 學佛人千萬不要搞這個 我又開悟了 我又怎麼了 對不對 沒有畏 少來這一套 今天提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對,剛剛講的是好朋友 確實我感覺到 他是比我悟都太多了 那火雄牛肉 其實我也感恩他 他剛剛提到一點就是 去敬宗找我 結果就碰到我們那個 李會長 聊天起來 李會長就鼓勵我們 要出來講 結果他就推我 你去學 你去學講 所以就是那一句話 讓我覺得 我說 有一股推動的力量 要好好去學 要好好去講 但是講 講說實在的 很多人講說 我不懂我不敢講 但是什麼時候才懂 什麼時候才敢講 你懂多少 你就講多少 慢慢你會訓練你會講 就像我們的蕭真蕭大哥一樣 他現在是 今日這一月裡面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是 又不一樣 我們大家鼓掌 讚讚讚讚 好 直接我們 我們大家請幾例 好不好 請幾例 我們 我們念 三生佛 南無本事 釋迦摩利佛 南無本事 釋迦摩利佛 南無本事 釋迦摩利佛 先讓我們恭敬我們的書 跟我們的獎金說法 歐祕多佛 歐祕多佛